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如果正准备要出门扫墨的话 要特别提醒您哦 现在北台湾真的是应验那句话 就是清明时节 雨纷纷了 所以特别提醒您 现在山区的天气形态 不只是有雨 而且温度还蛮凉的 也千万要穿件保暖的外套了 赶快看一下目前最新的微信图 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如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全台湾都受到 这一波滋留封面影响 从昨天入夜开始 整场雨就下个不停 中部以北的山区的观众朋友 感受非常明显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现在气象局持续发布的是 大雨特曝哦 所以特别提醒您 现在这些局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会感觉到这个降雨非常明显之外 这个温度还持续的往下滑 所以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淡水这边出现了 13.3度的低温 而且今天清晨温度 也大概只有14-15度左右 这是在北部地区 而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宜兰山区恐怕会感觉到 温度更凉一点点 有可能会有只有 11-12度左右的温度 所以特别提醒 现在三区小末真的还蛮凉的 千万记得出去 要穿件保暖的外套 另外要特别携带雨具了 而中部天气呢 今天白天的温度呢 虽然可能会高温到 23-24度 不过呢 到了晚上之后 整个雨势会慢慢减缓 而且呢 有可能会感觉到 比较凉爽一点点 但南部的天气形态呢 云量比较多一些 但是有机会看到阳光来露脸 可是这随着整个风面 持续的通过之后呢 整个东北季风影响 因此呢 全台湾的沿海地带 现在风场都逐渐在变化 过去的时间呢 其实都是持续有偏南风的状况 现在整个风场 已经转变成偏北风了 所以特别提醒 沿海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这个风向已经转变了 所以特别提醒 作业船只要注意 风向的变化 再来看一下 今天一整天的气温预测 从气温预测上 我们可以更进步了解到 今天一整天的 全台湾天气形态 哇中部以北的天气 都不是好天气呢 还有东北部地区 也是持续的下雨 而且这个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今天一整天都会 非常的明显哦 中部地区今天 我刚刚特别说 高温可能到23到24度 不过低温部分 可能大概只有 18到19度左右 而北部天气形态呢 北部天气大概也只有是 高温18到19度左右 的这个几率哦 但是这个下雨几率 非常非常的高 而宜兰基隆 还有花林地区 今天一整天 都是有雨的天气形态 而且高温 平均温度也大概只有 17到18度左右 南部地区 云量增多 但是有机会看到 阳光来露脸 因此高温 有可能到27度 而明天一整天呢 明天一整天的天气形态 其实跟今天差不多 倒是南部地区 可以完全的放晴 中部地区 下雨几率会减缓 因此呢 我可以看到 云量增多 但是有机会看到 阳光来露脸 整个高温的 全台湾的温度呢 也会比今天 回升到1到2度左右 因此我们看到 北部天气 北部天气大概高温 会到23到24度 而中部天气 大概是25到26度 而南部天气呢 可能会到29度 但是这个东北部地区 还是一整天 会维持下雨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高呢 而下一周 天气形态到底如何呢 其实我们看到 礼拜一的天气形态 礼拜一跟这个 礼拜天的天气 其实差不多 因此清明节当天 我们可以看到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是一样会下雨 虽然这下雨的状况 会慢慢减缓一点点 但是到了 我们看到中南部天气 中南部的天气呢 虽然这云量增多 但是呢有机会看到 阳光来热点 不过基本上还是说 礼拜一的一整天的 天气形态 跟这一周差不多 但是到了礼拜二 到礼拜三的时候 又会有新的 一波封面来报道 因为随着这个 华南的这个水气 逐渐冬移的状况 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礼拜二礼拜三 这个气温 恐怕又会下降 3到5度左右 所以特别提醒您哦 礼拜二跟礼拜三 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形态 下雨状况 还是蛮明显的 中南部的天气形态 云亮增多 有机会看到 阳光来露点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 短暂雨的状况 而到了礼拜四到礼拜五 整个封面持续的影响 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特别提醒您 未来一周天气 几乎是天天会下雨 但是这个下雨的时间 都不长 因此特别提醒哦 下一周天气状况 跟这一周天气形态 有点类似 也都是犹豫的情形了 以上是这个气象的 最新资讯 先把镜头还给身方